新加坡的中文 我是坐雷流的 哈哈哈哈 就是 我是電台的廣播員 那在幾乎 二十年前其實我就加入了 新加坡的電台UFM1003 我剛才進來的時候很有親切感 因為我們有好幾位招待的姐妹 走過來跟我打招呼說 Komi我是聽你的節目的 我是聽UFM1003的 Hallelujah 感謝主喔所以特別特別的有親切感 那其實我不知道電台DJ 對於弟兄姊妹來講 是什麼樣的一種概念 我以前有個朋友就跟我說 說做你的工作 好好喔每天在那邊 三個小時四個小時在那邊聽歌 就夠了喔 哈哈哈哈聽歌然後講話講兩句 就可以了就拿薪水 然後這個真的是引起 這個職業公分的一句話 對嗎哈哈因為 做廣播員感覺上好像 就是在電台然後播播歌 然後呢我們就講一些有的沒的 但是其實台前幕後 準備的功夫是很多的 我記得我剛剛加入電台的時候 大概在十八九年前吧 那個時候我們 我值的班是早上十點到十二點 只是兩個小時開賣在空中 可是我一般上大概八點多 早上我就進公司 然後到了可能 傍晚六七點七八點 有時候晚上如果還要需要留下來 做剪輯錄音的話 我可能要九點十點才可以回到家 就是在空中開賣只有兩個小時 可是我在台前幕後的準備功夫很長 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基本上就是BSBH 包刷包害 包什麼刷包什麼害呢 就是我們電台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說 廣告的工作啊 廣告的製作啊 藝人的訪問啊 像是我們在屏幕上面看到的一些 我們有很多的戶外的活動啊 跟藝人的訪問 我們也多數都是需要晚上留在播音室 然後在那邊做訪問跟製作 製作完之後我們還要自己剪輯 自己包裝 做一個廣告 一般上可能大家在電視上看到的也好 或者在廣播當中聽到的可能就 30秒 15秒 1分鐘的廣告 我們基本上要花三四個小時 從我們想那個廣告稿 然後到我們錄音 錄完音之後我們要配音樂 配 sound effect 就是音效 然後呢我要把它合成 合成之後要mix 要做很多的那些後製的工作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在電台 那麼長的時間 而且我們不是真的 裡面的內容到這裡 我們每一天都需要更新 所以也需要很多準備的功夫 所以那個時候我記得我加入電台不久的時候 其實是花很大的力氣自己在努力的 然後一直到有一天我信了主 我信了主之後不久之後 因為我開始加入恩權 然後就開始在侍奉 那個時候元毅牧師帶著整個團隊 然後就開始在做一些幕後的侍奉 好像我們就錄見證啊 我們開始到很多的地方去宣教啊 做敬拜讚美啊 然後那個時候我其實心裡面很糾結的一個東西 因為當元毅牧師邀請我參與更多的侍奉的時候 我想到的第一個事情就是什麼 就是我工作都這麼忙了 我哪裡還有時間侍奉啊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有一樣的感覺 就是我其實平常在教會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那麼多的時間 是因為我在家庭需要花的時間很多 我在工作上需要花的時間很多 對嗎 我看到有很多弟兄姐妹在點頭 大家就知道生活不容易啊 但是那個時候元毅牧師告訴我 他說 你就開始參與侍奉 你把你的時間給神 神一定會multiply 就是祝福 賜福 加倍我的時間 我那時候信主不久啊 所以我也就ok 就是我覺得就是單純的 就懵懵懂懂的 好吧 我就開始跟著侍奉 從一個禮拜可能幾次 到幾乎每一天我們都有服飾 然後那個時候我開始有了一個驚覺 是什麼呢 我的值班的時段 那個時候是下午兩點到五點 本來從兩個小時變到三個小時 你們知道我幾點進公司嗎 我兩點進公司 我幾點下班 Bingo答對 我五點下班 是不是很誇張 就是我開賣前的那一分鐘 我會進博音室 然後到五點我off賣的時候 關賣的時候 我就會離開公司了 這個是我非常大的一個驚覺 那可能你會覺得說 你沒有別的那些時間 像以前開會啊 錄廣告 有 以前三四個小時需要做的工作 然後到我開始每一天禱告 我記得那個時候每一天進去 播音室之前 我就會說主啊 我把今天我的工作交在你的恩手中 主求你來恩高我 你來幫助我 讓我口中所說的有釋放的力量 有療癒人心的力量 奉耶穌的名祷告 Amen 我那個時候就是多了這一個步驟 然後我發現時間就被倍增 就被增加了很多 做廣告呢 以前三四個小時需要完成的一個廣告啊 就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那麼的得心應手到 一來ok 我一想到這個點子 商家就會說 很好這個廣告稿完全不用改 然後一進去錄one take ok 然後one take需要多久 就是一兩分鐘最多 對嗎 一錄好了我剪輯 哇他們很喜歡我配的那個音樂 我不需要再花幾個小時 去我們的library去那個resources 去找那些音樂 所以就是在很短的時間內 就可以完成一項工作的任務 真的感謝讚美主 但是這個可能就是對我來說 是驚訝的一點 更驚訝的一點是什麼 就是在我那個時候 在我自己的良心 覺得我會不會有一點不好意思 抱歉你知道嗎 就是我是一個full timer的DJ 是一個全職的工作人員 然後我只是比那些part timer 可能在電台 就比兼職的人員 在電台花的時間還少 而就在那一年2010年 新加坡伊樂大賞的頒獎典禮的時候 我就拿到了最受歡迎女主持人獎 感謝讚美主 在這件事情上 可能對於世界 或者是對於我自己來說 是很大的一個鼓勵跟榮耀 但是我心裡面深深的知道 如果沒有神 我絕對做不到 因為我以前完全是靠著自己的努力 我自己在拼 自己在闖 自己在累積 靠著我們自己的能力 但是我們靠車靠馬 真的不如靠創造天地萬物的耶和華 因為神的能力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我相信凡事就是 不只是我自己的聰明 而是上帝的智慧跟能力 跟恩寵都加在我們身上了 Hallelujah 感謝主 那個時候 就是在短短的時間裡面 讓我經歷到上帝非常大的恩典 那這個只是其實工作上的小小的一部分 今天我的見證其實有很多 弟兄姐妹你們準備好了嗎 哈哈哈 講到晚上十二點可以嗎 先看牧師一眼 哈哈哈 因為我們知道信主的朋友 一講到見證就可以真的有很多的 越想感恩的事我們就越感恩 越想感恩的事我們就越感恩不完 Amen Amen Hallelujah 感謝主 那個時候我記得我在電台工作的同時 因為也越來越多參與恩權的侍奉 然後再加上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認識到了非常多有才華的藝人朋友 他們都是可能是無論是歌手 然後好像剛剛在照片當中我們看到的 有電影的演員像這個米雪啊 對嗎 李思琦姐姐啊 還有台灣民視最帥大叔 柯舒元啊 然後還有周杰倫啊 馬俊偉啊 他們很多的一些朋友 他們不只可能有拍電影 他們有創作 尤其是在創作音樂這個部分 我其實很感興趣 就是我覺得一個人能夠寫歌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我自己個人覺得啦 我不知道我們在座的弟兄姊妹當中 有沒有一些室友 曾經有創作歌曲 或者你也覺得 哇 能夠創作是一件相當酷的事情 對嗎 就他們怎麼來的 Dore mi fa so la ci 七個音符 然後可以把它加在一起 變成那麼美妙的音樂 然後文字那麼多 怎麼樣能夠寫詞 所以我就很希望我也能夠寫歌 能夠有這個創作的能力 但是我發現 就是單單想 好像也是想不出一個所以然 對嗎 在那邊想 這個世界有一種說法 叫做什麼什麼什麼法則的 什麼什麼念力的那種 你在那邊想 也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啊 然後有一天 因為元毅牧師他是一個 創作了很多歌曲的 一個 一位牧師他寫了很多首的歌 上百首的詩歌 後來那一天我就問他 我說 我說你是怎麼會寫歌的 你可以教我嗎 然後他說 為什麼你想要寫歌 他就問我 為什麼你想要寫歌 我說因為我也希望 能夠有創作歌曲的恩賜 我也想要有這樣的恩賜 我也想要有這樣的才華 我想要寫歌 讚美聲 我就跟他說 他說好 那我為你禱告 大家聽到這邊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跟我 有一樣的感覺 我看到有這位弟兄他 帶著非常 友善的一個笑 這個笑跟我那個時候的笑容差不多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你敷衍我對不對 哎呀我這邊痛啊 不知道是哪裡看醫生比較好 來我為你禱告 哎呀我有這個問題啊 你教教我怎麼解決 來我為你禱告 你就是在教會裡面 有時候你就會覺得 好像很被敷衍 我們需要實質的 我們需要實際的方法 跟解決的辦法 我需要解決問題的辦法 你叫我寫歌來 怎麼寫 怎麼配 怎麼樣的 讓那個旋律可以搭在一起 他只是說了這句話 我為你禱告 我當時有一個非常尷尬的笑容 我就啊 哦好吧 所以當時他就為我禱告 主啊 你把這個恩賜賜給克敏 因為創造的能力來自於你 音樂的這個創意也是來自於你 他禱告 然後我就Amen OK Amen了之後第二天 什麼事都沒發生 第三天也是沒有 都沒發生什麼事 慢慢這樣子過了一個禮拜啊 兩個禮拜 然後我就好像有點忘記了 我們包括我們新加坡 我們說什麼 就有點險了 你知道嗎 就覺得哎呀 就也沒什麼啊 就無所謂了 就慢慢忘記了 然後有一天我在洗澡的時候 這種時候是不是需要 有點那種 那種音樂的感覺 因為你講到洗澡的時候 就是靈感 靈感要來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旋律進來 那個旋律在我的裡面 一直涌一直涌一直涌 哇 我就源源不絕的 我就把它唱出來 可是 讓我自己非常莫測的一點就是 這個旋律我從來沒有聽過 我沒有聽過這首歌 可是它竟然從我裡面 就這樣子湧流出來 那個整首歌就這樣出來 包括歌詞也跟著來 我整個人傻眼 我洗完澡 我衝出來那個時候 你知道嗎 還在用Nokia我們 我們還沒有iPhone的 二零零幾年的事情 然後我把那個 我的Nokia的電話一翻蓋 還好它有一個錄音的功能 因為我很怕我忘記啊 很急很急 然後很興奮很興奮 就好像你 以前發生在你身上的某一件事情 然後你興奮得不得了 我就拿著那個電話 趕快把這個旋律錄下來 大家想不想聽那個旋律現在 謝謝你們的配合 因為如果你們說不想 我也會逼著你們聽 這首歌叫做 你在我心 是神賜給我的第一首的創作 耶穌在我心 你懂我心情 你給我平安 與我同悲傷 明亮的誠心 照亮我生命 你給我平安 陪我度過一切的風浪 耶穌有你在我心 我歡唱我愛你 因為有你生命 充滿所有的可能 你留保險 立下你和我永遠的約定 因為你我有力量 在我心 還可以嗎 耶穌在我心 你懂我心情 你給我平安 與我同悲傷 明亮的誠心 照亮我生命 你給我平安 你給我平安 陪我度過一切的風浪 耶穌有你在我心 我歡唱我愛你 因為有你生命 充滿所有的可能 你留保險 立下你和我永遠的約定 因為你我有力量 在我心 因為有你生命 在我心 我歡唱我愛你 因為有你生命 充滿所有的可能 你留保險 立下你和我永遠的約定 因為你 我有力量在我心 因為你 只要有你在我心 感謝主 感謝主 真的 我沒有想到我們的神是 是這麼神的一位神 我已經辞窮了 各位 你們有看過DJ辞窮的嗎 就是 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要一些東西 在這個世界上的 我們想要的一些東西 當然就是靠我們的能力 靠我們後天的努力 或者是說先天的背景 可能我們就是可以擁有 但是像是恩賜這件事 或者是說創作 或者是才華 我沒有想到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禱告 上帝就會賜下來 我們在地上的父母 我們尚且我們知道 我們尚且都是不夠好 不夠完美的 我們都願意把自己最好的給兒女 何況是我們天上的父 Hallelujah 在我們聖經上 這個經文我很喜歡 7-11 真的就是anytime OK 7-11 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一節 它說 你們雖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 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 岂不把更好的東西 給求他的人嗎 Hallelujah 對我來說 這個東西 是我自己 完全我心裡面真的知道 不是來自於我的 因為來自於我的不好 我會覺得很丟臉 很自卑 好的話 我會覺得 哇 我很驕傲啊 我很什麼 很好戀 你知道嗎 會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但是我們知道 是上帝赐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的心裡面 就有那麼一份 就是覺得 我的這個爸爸 我這個在天上的爸爸 他好了不起喔 Amen 弟兄姐妹 有沒有什麼其實想求的 但是一直其實藏在心裡面 或者我們一直覺得 有呀不 我跟你講 你會給我嗎 我那天母親節的時候 我的女兒 她就 帶我去逛街 然後就走進了一間店之後 我只是多看一眼 然後她就說 Mommy I buy for you this I sai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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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buy for you 另外一個 我看了一眼 I buy for you 她其實現在還在讀書 沒有什麼錢 你知道嗎 她自己攢一點零花錢而已 她自己攢一點點的 那種講學金而已 可是 她就 願意 這樣子對我 當她這樣對我的時候 你知道我的心在想什麼嗎 Why you want everything I buy for you 我就有那種感覺 就是 為父為母的那種心情 就是看到孩子 有這樣的一份心 願意把 時間 或者是願意把她的專注 花在 媽媽身上的時候 你會很想要更多的祝福給她 我覺得這個也是 我們在座的弟兄姐妹 可能很多時候的心情 我們在神的事工上 我們在教會的服事上 我們開始參與一點 參與兩點 參與更多的時候 上帝看到你們的那一份用心的時候 上帝 是遠遠超越我剛才 想要給我女兒的那樣的一份心 你們相信嗎 相信我們大大的聲說 阿妹好不好 Hallelujah 我們的神真的很愛我們 哪怕是一些 我們在 我覺得在 我們自己能力範圍內 解決不到的事情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因為 我聽過一句話很好笑 他說 錢能夠解決的問題 都不叫問題 但是什麼叫做 錢不能夠解決的問題呢 錢不能夠解決的問題 就是我們真的會很抓狂 有時候 就比如說 比如說 你跟另外一個人的關係上面的 破裂 你是用錢解決不到的 除非你要知道說 怎麼樣去跟他溝通 怎麼樣 或者有時候 你的心情就是很 郁闷 很糟糕 很苦毒 然後我們走不出來 我知道應該走出來 知道做不到 是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我就是知道 可是我做不到 我也懂要樂觀一點 我也懂要開心一點 你知道有一次喔 在很多年前啊 Long long time ago 很多年前有一次 有一個晚上 我記得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心情非常的不好 那天晚上 我就是 呃 祈禱 用馬來西亞話 哈哈哈哈 我已經 又辞窮了 各位 我就是當時是真的 氣到胃痛 我已經不懂 怎麼形容那種心情 我忘記是 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就是很生氣 生氣到你 沒有辦法自己解決了 嗯 氣到吃也吃不下 然後我也用很多的方法 嘗試著說服我自己 因為 有很多的方法告訴你 要 深呼吸嘛 對嗎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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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呼 我就氣越大 哈哈哈哈 越吸 我也是覺得 哇 一肚子的氣啊 解決不到 當時那個 那個 那個晚上 我真的是覺得 就是 非常難受就對了 我希望弟兄姐妹 沒有跟我 同樣的經歷 哈哈 有一些事情是 我們自己走不出來的 我們每個人都會有死角的 都會有那個死角在那邊 然後我們鑽進去 我們走不出來的 很難受啊 那天晚上非常的難受 我在氣著的同時 我試了很多方法 好像都沒有辦法 讓我的心情變好一點 我想說 那我就去睡覺吧 可是睡下去 我翻過來翻過去 睡不好 你們有這樣過嗎 睡不下 對啊 因為氣啊 Gipsy 哈哈哈哈 很難受啊 怎麼睡 也是睡不著了 我真的 覺得 信主不是 單單 得永生 這麼 一個簡單的福氣而已 因為 人家說 哦啊 信主的人就得永生嘛 可以上天堂嘛 對嗎 但是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有時候會覺得 這個概念好像有點遠 因為得永生 上天堂 好像離我現在的生活 還是有點遠 你跟我講 等一下要吃什麼 比較實際 哈哈哈哈 你跟我講下午我要去哪裡 比較實際 對不對 所以 所以我 我以前就是信主的概念 有時候我還是會覺得有點抽象 但是我發現 信主的人真有福 最有福的就是我們在現在 我們現在的我們的生命裡面 可以經歷到上帝與我們同在的福氣 我們可以經歷到聖靈 因為耶穌為我們死 就是為了賜下聖靈 成為我們心裡面的保慧師 來指教 來教導 來幫助我們 哈利路亞 你知道那個時候 我在氣的時候啊 突然間耶 我的裡面有一個聲音跟我講 讚美耶和華 我講 What 我氣到這樣 你還要問我讚美耶和華 人家說心情好的時候 呀哈利路亞 我在這邊讚美 沒問題啦 對不對 我們心情好 我們走走走 心情好 今天很不錯 我們去教會 心情不好 很閒耶 今天很生氣耶 不要啦 不要啦 不要去教會啦 我們會跟著我們的心情做決定耶 但是 當我們不再被心情控制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最大的 我覺得我們最好的依靠就是聖靈 聖靈是我們心裡面的保慧師耶 當時聖靈就跟我講這句話 讚美耶和華 我當然第一個反應 我是覺得有一點沒有辦法接受 OK 可是聖靈的聲音 其實它是很溫柔的 源源不絕的 一直跟我講 讚美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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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情不好 我還要讚美嗎 嗯 讚美耶和華 我是說不出來 我還是很氣了 讚美耶和華 繼續的讚美耶和華 這個聲音 涌著涌著 突然間 砰 你們是不是覺得 誒 發生什麼事 又有一首歌了 哈哈哈哈 我們鼓手老師請下 在那個時候 突然間 這個旋律 這個歌詞 就跟著進來 這首歌歌名叫做 讚美耶和華 就是聖靈給我的啦 在當下喔 我的心要讚美耶和華 我的心要讚美耶和華 因為你救贖我脫離罪惡 我的心要稱送耶和華的愛 因為你保守我到永遠 我的心要讚美耶和華 因為你救贖我脫離罪惡 我的心要稱送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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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樂的緣為 我的心要讚美耶和華 我的心要讚美耶和華 因為你救贖我脫離罪惡 我的心要稱送耶和華 dich阿 因為你保守我到永遠 赞美耶和华 你天天看顾我 赞美耶和华 你天天赐福我 赞美耶和华 我喜乐的缘由 我的心 你要赞美耶和华 悲伤花细了 软弱成钢墙 等候耶和华 比重新得理 爱充满了我 我心里喜乐 仰望耶和华 比漫游盼望 赞美耶和华 你天天看顾我 赞美耶和华 你天天赐福我 赞美耶和华 我喜乐的缘由 我的心 你要赞美耶和华 我的心 你要赞美耶和华 我的心 要赞美耶和华 我赞美耶和华 我赞美耶和华 对不对 就是可能我们这样子听这首歌 我们感觉到的是喜乐的整个情绪 那我们觉得应该是在很喜乐的情况下 所诞生的嘛 可是没有想到 竟然这首歌的创作背景 是在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 不是在冲凉也不是在上厕所 是在很生气的时候 神就用好像他的话语 我们刚刚在歌词里面看到的 悲伤化 喜乐 软弱成 刚强 哈利路亚 那个圣灵的能力 他就一直这样进来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就写完这首歌 写下来 把那个旋律录下来之后 我好开心哦 我跟原一牧师说 我又写了一首歌 然后后来他就说 你这首歌是怎么来的 然后突然想起 因为刚才在生气 对哦 我都差点忘记这件事了 然后是气什么 真的不记得了 气什么 就是已经烟消云散了 我可以拿一下我的水吗 那种感觉像是什么 弟兄姐妹 那种感觉 不用开 就好像我们看到的 这一瓶矿泉水 它里面有水 对不对 然后上面的这些是什么 是空气 对不对 然后我就 一直跟这罐水说 我不要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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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空气还在吗 还在呀 我不要空气 那不是把水倒进去 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如果有水倒进去的话 那个空气 它就没有容身之地了嘛 同样的 我们心里面 在生气的时候 我们用自己的力气 跟自己讲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深呼吸 我们让上帝的喜乐 充满我们 我们让圣灵的能力 浇灌在我们身上 哈利路亚 我们的神 是非常爱我们的神 非常连续我们的神 祂就在施恩宝座上 就是为了施给我们连续 给我们恩典 所以当我们心情不好 我觉得心情不好 这个东西 是一个钱解决不到的问题 可能有的 弟兄姐妹觉得 那我就去大买咯 买东西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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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解决得到暂时一点点 但是那个问题没有解决 唯有被来自于上头的喜乐 充满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我们都知道 喜乐的心真的是良药 很多的报道都在讲 这个有癌症 那边什么病 奇迹般的复活 为什么 当然我们可以说 那是神迹 可是我看到很多 就是很多人啊 他每一天可能做运动 吃最好的 但是他一直眉头深锁 他在忧虑很多的事情 他的健康 你们觉得真的会很好吗 但是我们 哪怕我们吃的 不是最好的 哪怕我们生活的那个模式 不是最健康的模式 哇一天要跑多少公里啊 一天要怎么样啊 哇升蹲啊 不需要 最重要是 神的喜乐在我们里面 喜乐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从头到脚 都可以得滋润 我们的健康 就是耶稣的健康 在我们里面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神 祂让我在工作上 事半功倍 祂把这样的一个恩赐 写歌的恩赐 就赐了给我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非常非常的谢谢神 因为我知道这个 是靠着我自己的能力 得不来的 哈利路亚 我记得有一年在电台 在 还OK吗 继续吗 有一年在电台 就是我那个时候 工作到一半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我们基督徒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 遇到一些情况 就是比如说 我们要来教会聚会啊 或者是 诶 奉献啊 对不对 刚刚牧师有在台上 提到那个奉献 然后就是 有一天 有一位牧师他就跟我说 他说 嗯 你现在 他讲 克敏你现在 去按钱 去 把你 银行户口里面 能够按多少 你就按出来 然后我就 哈 他说 你需要奉献 你把这个钱奉献 拿出来奉献 我当时其实心里面 有一点感觉就是 哇 银行户口里面有多少钱 我就按出来啊 真的假的 他说 你需要做这个奉献 而且你知道啊 我当时在恩权聚会啊 OK 这个牧师他叫我 按出这个钱 他跟我讲啊 不是奉献给恩权 是奉献给别的教会啊 是在另外一个教会 因为我们那天晚上 我们会去另外一个地方 去服侍 我有很多自己的 逻辑跟认为 OK 我们不是这个power pipe 没事 然后当时我就 自己在想着这个东西 要我去按钱 按最多 然后 纠结纠结纠结了半天之后 我照做了 我的腿好像有千斤重 走到我的office楼下 我从我的office走下去 到我们的SPH的大厅 哇那个路没有这样远过 很长了我觉得 我很希望突然间有一些 突然走到一半的时候 牧师打给我 不用不用不需要了 上帝只是要测试一下 你的信心 没有啊 他没有这样做 我走走走走到 ATM那边的时候 我当下的心情是什么 我心里面觉得 哇还好啊 我塞我的灵命 一天只可以按两千块 因为你们不是每个人 ATM它有一个每一天的上限的吗 如果没有上限 是把整个户口的钱按出来 我那个时候设的上限是 我的ATM只可以按两千一天 所以我按了两千块之后 拿着那一叠钱 战战兢兢的要走回办公室 我那个时候只有一种感觉 叫做肉疼 不只是心疼 因为你知道两千块在那个年代 2011年 不懂12年 11年 还是2010年的时候 算是大的啦 两千块可以做很多东西了 对吗 哇我拿着那一笔钱 走回我的办公室 就是走进去我的DJ room的时候 我眼前的景象 让我整个傻眼 我的座位 我们每个DJ都有自己的 办公桌的座位 我的座位的电脑那边一片狼藉 发生什么事 天花板掉下来 你们知道吗 我那个时候 我就是在电脑面前做东西 如果我那个时候当下没有离开 去走去ATM的话 被砸到的不是电脑 是我的大头大头 下雨不愁 就是我 你们相信我们的神 无时无刻都在保护我们吗 今天其实重点不是按那个钱 今天重点是我 因为在这个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顺服里面 我看到上帝对我极大的保护 当然神对我们的保护 不只是这些 因为有太多的事情 可能他已经保护我们 我们都不懂 对不对 他已经把我们挡了很多 让很多的大大小小的 祸患灾害 疾病瘟疫 都已经远离我们了 然后我们好好的 我们安然无恙的 我们还以为日子就是这样过 在诗篇的这个经文 十七章八节到九节 他说 求你保护我 向保护眼中的同仁 用你的翅膀 阴蔽我 我觉得眼中的同仁 这个词 真的太贴切跟太美了 You are the apple in my eyes 或者是说 我们说同仁是什么 就是我们眼睛的瞳孔 对吗 我们的瞳孔 如果有一点点强光 今天我拿着我的手机 我开Sportlight 照着你的眼睛 你的眼皮马上会怎么样 会关上 它不会让你的眼睛受伤害的 我们的眼睛 小到一粒灰尘 再进去都痛得不得了的 上帝保护我们 保护到那么的细微 那么的柔美 我们就好像 他眼中的同仁一样 神就是这样子的保护我们 这样子的爱我们 爱到 从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上 我看到的 我知道奉献绝对不是说 哇 你很了不起 你有钱 然后你给教会 你给上帝 我们的神不需要 我们的上帝都可以创造 宇宙天地万物 他不可以创造几百万吗 请问 他拿那几百万来干嘛 对不对 他要做什么 他自然他可以成就 他口中的话一出就成就了 他要我们这个钱干嘛 教会不是人 教会是神 把人聚在一起 所以教会的运作 不是靠钱 而是靠上帝的同在 神让我们奉献是因为神爱我们 阿们 所以当时这个奉献 我经历到很多很多后面的神迹 讲不完 因为讲到来到下个礼拜了 以下省略五万字 我真的感谢神 因为神救我脱离二人的攻击 脱离四围杀气腾腾的仇敌 哈利路亚 我后来因为不断的经历神之后 我在2012年 因为上帝呼召 我就放下了电台的工作 然后就开始全职的侍奉 我2003年加入了新加坡的电台 然后在2014年 被案例成为了牧师 我2012年放下工作全职侍奉 就是在恩权全职侍奉 我们跑了很多不同的地方之后 然后2014年 神就案例我成为了牧师 我就花了好几年 那个时候花了三四年的时间 我们就是一直在做很多的宣教啊 培训的一些工作在恩权里面 然后恩权也每一年也在做 这个就是叫做有爱有吉祥 然后在每一年农历七月的时候 就是让大家可以心里面有平安 然后来回到阿爸天父的怀里面 回到耶稣的爱里面 所以后来 这边也是省略五万字了 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 上帝又把我呼召回职场 因为我记得其实我离开电台的时候 有很多资深的媒体人 他们都有劝我 就说科米你做了广播员这么多年 你有你一定的市场价值 你有你的就是market value跟你的人气 然后你现在这样离开 你以后要回来是很难的啦 OK 他们意思就是说 你离开了你要再回来 这个圈子有点难啊 但是因为当时是上帝呼召我的嘛 那上帝呼召我上帝的事情 那上帝负责咯 对吗 如果我靠着我自己的力气 我活在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生活状态里面 可是没有神的平安跟同在的话 那个不是最完美最美好的生活 所以 我离开的时候我是有纠结的 可是那几年我经历到 神在我生命里面 极大的逃躁跟赐福 飞了很多的国家 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 然后在2017年 电台又找我 我祷告 然后上帝说回去 我问上帝 我回去做什么 我回去电台做什么 然后神说做你现在在做的 就是 口渴的你就给他喝水 赤身裸体的你就给他衣服穿 我讲到这个现在有点难 我觉得我很亏欠身 谢谢 谢谢 因为上帝对我们太好了 上帝对我们太好了 好到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我当时回电台的时候 我祷告了之后 我说好 神如果是你带我回去 我才回去了 不然的话我自己这样回去 我也是不敢 然后当时回到电台 2017年11月 那个时候有一个报纸 它出了一篇大新闻 就是经济大萧条嘛 然后SPH大裁员 SPH不算是非常非常大的一间公司 但是那个新闻背景 它就是讲到SPH裁员400多人 400多人 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失业 很多人失业 没有了工作 2017年的时候 然后我回去 竟然公司就是 他们是说用高薪聘请这样的一种 说我强势回归你知道吗 整个报纸的头条都在打 而且不是我去po我的ex老板 然后说可以用我吗 现在是老板请我喝酒 香杯三杯香槟搞定 如果不是上帝在后面推我一把 我也不敢 老实说 所以当时就这样子 在一个大裁员巢的一个背景下 然后我又再一次的回到了电台 我们刚刚在做招待的一位姐妹 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 她还跟我讲 她说 克敏我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是基督徒 你知道我 其实我在节目里面 我不敢 就是我们不能够嘛 新加坡的媒体的那个 Ruth and Regulation 我不可以在节目里面讲 哇 感谢主啊什么 虽然感谢主已经成为我们的口头禅了 很多时候我要忍着 我自己心里面我在讲感谢主 可是我们嘴巴 我们就是说我们凡事要感恩 然后 有时候诗篇啊 或者箴言的一些小小的一些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 就是 化成我们生活中 跟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就是连接起来 然后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分享 我没有想到 有很多的人 不只是基督徒 他们听到 然后还 就是有一些还没有信族的人 听到他们的 给我的feedback 就是说他们觉得 从这个声音里面得着很多的力量 从这个内容里面得着很多的释放 本来好像要惨罚孩子 要打孩子 然后听了这个节目之后 他们就 就觉得 我应该 凡事多理解一点 凡事多包容一点 凡事可以换位思考一点 所以 我看到上帝在 这一次 在职场的使用 从以前的 你知道就是以前的 Kindergarten 我的那种Kindergarten 觉得 哇 我得到一点点神迹 然后好开心哦 到开始 你已经成为那个神 在用你的器皿 在你的职场上 开始 祝福人 可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福气 如果不是来自于上头的能力 我们自己在做的 我们也是很容易 我们就会怎么样 做得好 我就觉得 哇 我很了不起 做得不好 我就觉得 哇 我很丢脸 一样的 上帝的能力 在我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恩 因为我知道 不是我自己 是神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所以那个时候 一不小心 2017年 就到现在了 每一天还是 在早上 我的节目里面 那个 从早上十点 到下午一点 UFM 1003 叫做生活可精彩 因为没有神的话 我们的生活的精彩 其实是很苍白的 哈利路亚 神就是这样子 一路一路的 捧着我 捧着我 把我捧在手心里面 在我们的彼得前书 五章六节 这个经文说 所以我们要在上帝 大能的手下谦卑 然后时候到了 他必 着身我们 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 谢给上帝 因为他眷顾我们 Amen 我们自己忧虑 像我刚才 那个七七七 是没有果效的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 把我们的忧虑 都谢给上帝的时候 他眷顾我们 我们愿意谦卑的相信 相信他在保护我们 他在爱着我们 他在供应我们一切所需 当我们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烦恼 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跟这个人的 可能是跟家人 跟最亲的人的冷漠 误会 我们觉得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忧虑 谢给神 相信他一定会帮助我们 时候到了 他就必着神我们 Amen 把这首歌带给大家 这首歌也是 前几年的一个创作 叫做握住我的手 因为我知道 在人生的每一步 不管我们在经历高山 还是低谷的时候 神的慈身爱索 祂的手都牵着我们 Hallelujah 静静的主耶稣 背起了十脚往前走 你充满爱我的念头 淡淡的为了我 张开了救赎的双手 你的爱就那么宽阔 就这样爱着我 背弃了我所有过错 你扶持软弱的我 你扶持软弱中的我 你的应许不落空 牵引我走 拜拜赐给我生命 赐给了我所有 耶稣 耶稣你爱充满我 我心歌颂 紧紧握住我的手 你爱我不放手 你的应许不落空 牵引我走 拜拜赐给我生命 赐给了我所有 耶稣你爱充满我 我心歌颂 轻轻地靠着你 祝耶稣温柔的胸口 有了你 我别无所求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我还有时间吗 牧师 如果还有时间 我就可以讲爸爸的见证 哈哈哈哈 弟兄姐妹想听吗 OK 简单来说我的爸爸 他是一个每天都可以 阿们 跟着我妈 在谢帆祷告的时候 阿们 为什么姐姐你笑 然后呢 他每个礼拜都陪我妈去教会 OK 但是他十几年都不信主 他就是爱老婆罢了 对不对 OK 我妈妈是怎么信主的 弟兄姐妹 我妈妈是我们家第一个信主的人 很意外吧 她是怎么信主 因为她以前是拜拜的 我妈妈以前是拜拜的 然后 后来有一年她坐火车 因为我老家是云南大理 我是大理人 大理白族 然后呢 我妈她有一年就是坐火车 从云南的昆明 坐火车到杭州 去找姐姐 就是我的姨妈的时候 在火车上半路 因为火车你知道 是那种一节一节的车厢嘛 就有 他对面坐着一个小伙子 就一直在看一本书 看到好像 赶财一样 我妈就 我妈是一个爱阅读的人 我妈就问她说 你在看什么 然后呢 那个小伙子就说 这是圣经 你有兴趣吗 你想要看吗 如果你想要看的话 我可以送给你哦 然后我妈就觉得 一下子就把一本书送给我 她拿过来翻了一下 那个小伙子就 当时就跟我妈说 上帝啊 什么什么啊 耶稣爱我们啊 怎样怎样怎样啊 就跟我妈传福音 在火车车厢啊 你们知道就是那种 你跑不掉的吗 你要在那边 就好像什么 你去脚底按摩 你半个小时 你也是跑不掉的吗 对吗 所以很多 我认识很多朋友 他们传福音很可爱的 他们会在脚底按摩的时候 跟对方传福音 然后当时那个小伙子 就跟我妈就传福音了 之后 我妈就在火车里面 就接受了救恩 然后在火车里面 就做了绝质祷告 哈利路亚 那个时候是 应该有二十多年前了 二十多年前 然后他就成为 我们家的第一个基督徒 然后他信主之后呢 我也信主了 我哥也信主了 我嫂子也信主了 就是都信主了 就是还胜谁 我爸爸还没有信 我爸爸他 就是 他是一个很好的爸爸 他是一个 非常 就是爱家人的爸爸 他愿意 就是跟我们 每天吃饭的时候 他煮饭啊 他什么啊 你知道吗 然后他 你知道很多人会生气的 因为饭是我煮的 你在里面感谢主 你感谢我煮啊 不是感谢主 你要感谢我为你煮好不好 然后我们就谢饭祷告 我们是感谢神 对吗 然后他也就 好了 他就阿们 然后每个礼拜 陪着我妈妈去教会 就是这样子过了十多年 那可能你们就会觉得 克敏你做梦 你没有跟他传福音吗 有 我当然有 有到好 我传福音跟他吵架了 大家 吵什么你懂吗 一开始的时候 我跟他传福音 然后我就跟我爸爸 就跟我爸爸讲 因为我爸爸他相信进化论 他相信科学 OK 当时我就尝试着 用进化论来推翻他 OK 因为他说地球是圆的 什么什么 我就跟他讲 以前地球是方的 后来地球是圆的 进化论 不一定 不一定站得住脚 OK 凡事没有绝对 所以我就跟他 不一定站得住脚 但是 我说赢了他 他不信了 他说不赢我 他也不要服我了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 哎呀信耶稣这样 这样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的吗 信主很多年的朋友 OK 所以我爸爸还是不信 有一次我还记得 当时我跟他在 他来新加坡度假的时候 我们在Bladassin 讲到一半 站在Bladassin里面翻脸 因为他那个时候 脸已经很黑了 他跟我讲 你不要再跟我讲了 你不要再跟我讲耶稣了 其实我也不想 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喜欢强迫人的人 我的性格是比较温和的 可是 第一 我相信在 在座的每一位 包括我们线上的朋友 你吃到一碗 很好吃的Laksa 一碗很好吃的海南鸡饭 你是不是很想要跟你爱的人分享 你不会想自己 你会想要给你爱的人吃 因为你会跟他讲说 这个真的很好吃 你不要再吃那个 什么 你来吃这个 这个很好吃 你会很希望他可以 得到这样子的美味 我们知道 这个福气 不单单只是 得永生上天堂 那么简单 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每一天 我们有神的同在 我们有神的喜乐 我们可以感恩的事情很多 我们很希望我们爱的人也能够信主 我们真的很希望这样的福气 而且更重要的是 有经历过上帝恩典的人 有经历过上帝医治的人 你肯定是知道我们的神那么好 那么好的一个神 神这么爱我 我也希望你可以得到这份爱 所以我很希望爸爸可以信主 可是他就好像铜墙铁壁 好像一个大石头这样 他嘴巴上他不 他不 他不抗拒 不拒绝 他去教会 他跟你Amen 可是他就是不信 我被案例成为牧师之后 我回大理的时候 爸爸还跟我说什么 拍拍我的肩膀 宇宙心常的跟我讲 你信就好 不要太迷信 我心里面也想 什么是太迷信 我不就是单纯的信吗 就是相信我的阿爸天父 会供应我一切所需 我相信我的忧虑可以完全的谢给他 我相信他保护我 如同保护他眼中的同仁 我相信在天上的父要把最好的给我 就是这样吗 我也没有 我没有觉得我在迷信啊 可是他就是不信啊 每一次跟他传福音 我每一次都碰壁 每一次他跟他传福音 每一次我可能最后以吵架收场 后来我真的是有点灰心了 我就会觉得上帝 你听不到我的祷告咩 我觉得到底要怎样 已经过了这样多年了 我已经很累了 不是寻找的就寻见 后门的就开门咩 不是一祷告 然后马上好像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 Cocacola Machine那种 那个钱币东进去 然后那个饮料就出来 不是这样的咩 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 上帝他要我学习什么功课 后来圆毅牧师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他说你不要跟你爸爸吵架了 你不要去跟他坚了 你就爱他就好了 他说你就爱他就好了 其实我跟爸爸的关系算是不错的 因为我知道华人 跟爸爸的关系不一定很close 我身边有很多认识的朋友 他们说跟爸爸的关系 其实很僵的 就是看着爸爸甚至是会有恨在里面的 因为不是每一个家长都会生来做家长的吗 对吗 我们会说一些话 可能会伤害到孩子 家长可能会说一些话会伤害到我们 所以我在想就爱他 那要怎样爱呢 那神怎么爱我 我就怎么爱他咯 就是 凡是包容 凡是接纳 凡是相信 然后不要试图一直去改变他的想法 就是去爱他就好了 所以我后来每一次回家 每一次回大理的时候呢 我就多了一个动作 就开始抱他 然后一开始他不习惯 我去抱他的时候 他会好像有点想要推开我 后来我去亲他 吓到他 我会在爸爸的脸颊 那边亲他也很把我爱你 我讲完我也是 我自己也是觉得 鸡皮疙瘩 因为我们跟妈妈撒娇比较容易啦 老实说 跟爸爸撒娇有点 除非是那种真的从小就跟爸爸关系很好的人 不然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总觉得有一层隔阂在那边 然后就慢慢慢慢 我也没有特别的一直用言语去 就是想要去说服他 叫他信耶稣 就这样子慢慢过了几年 反正我们都知道 故事的结局一定是他信耶稣的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我就讲完了 再见 各位 你们想不想听那个转类点 有一年我回去的时候 然后当时要回新加坡 我就从家里面就包了一辆车 就是那种Grab啦 400公里从大理Grab到昆明 然后我为了争取在家多一些时间跟父母在一起 所以我就 我的飞机是中午的飞机 大概早上10点要去check in 所以我就book了清晨 清晨的Grab 大概是四五点的Grab 然后四个小时到昆明去 当时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我爸妈就开始有意见分歧跟冲突 因为爸爸觉得不是很放心 我一个人坐Grab去机场 这么远啊 然后妈妈是信主很多年 那妈妈信主很多年呢 妈妈知道祷告上帝会保护 他是那种很安心的一个基督徒啊 我妈就觉得上帝会保护我的吗 OK 那我也是觉得我这么大一个人了 我的孩子都那么大了 我就是 你要把我当小孩吗 我打个Grab有什么问题 我爸不让就是不让耶 所以在吃饭的时候 我跟我爸跟我妈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两个人就开始吵起来了 我妈就说 他没事的 我爸就说不可以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然后我妈说 他有上帝会保护他 我爸说 他怎么样也是一个小女孩 如果有什么万一 谁来负责 然后我妈就说 为什么你这么坚持 你是不是自己想要去改改 自己要去跑去机场去走一圈 你知道吗 然后我爸就说 你在讲什么 我只是担心到他的安危 我这个做爸爸的担心到他的安危 你不要一直跟我讲什么上帝保护啊 我比较想要保护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咧 炒炒炒 我看到火 各位 我看到那个火 从这样到 整个吃饭我在吃__% 我应该不是在吃 出差淡饭 所以当时吃到一半的时候 我心里面我就觉得不妙 你们两个继续炒 我走了 我心里面就想要赶快闪了 你知道这好像36截 你们炒你们的 我就像了 在这个时候 我爸 我妈她就站起来 我妈生气了 我妈就说 你不要再讲了 你不要去了 你就给女儿自己走就好 然后我爸也气了 我爸也站起来 你也不要跟我啰嗦了 不要跟我讲什么上帝 很大声 他们不是我这种音量 你们见过老夫老妻吵架的 对吗 是用喊的 然后我妈喊了一句话出来 我妈说 我奉耶稣的名跟你讲 不要再讲这个了 阿拉玛 我是老瓜 我真的很流汗的 那个时候 我心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 妈 耶稣的名不是这样用来 讲老公的 我很 我很 很不好意思 我心里面就是觉得 惨了惨了怎么办 他们这样吵架 我老爸也不甘示弱 我那个时候他一点都不含糊 他砰拍了他的筷子 他说我奉耶和华的名跟你讲 你也不要再跟我讲了 各位我晕了 两个人吵架 你们有见过拿圣经吵架吗 那耶和华的名来吵架了 我心里面想怎么办怎么办 我现在 我也很想要 一拍桌子说 你们两个也需要 大家不要再讲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那种情况下 我只是很想闪 我爸爸是很生气 我爸爸他的那个怒火 他就站起来之后 他跟我妈妈讲话 不理我 他自己走去 洗手间 站在洗手间那边 因为我爸还在抽烟 我爸有抽烟 他就站在厕所那边 就在那边抽烟 他点了一根烟 自己很生气 然后呢 不欢而散吗 吵到一半是不是 很累啊 这种家庭剧 八点档 肥皂剧 后来我就想 算了算了 你们怎么样 你们随便呢 反正我是要那个时间 我要出发的 我最好是进房间 躲起来 你们两个讲你们的 我站起来我要回房间 那一刻 我真的是觉得 我们信主的人 有圣灵 是太有福气了 有圣灵 来依靠 真的我太感恩了 那一刻你知道圣灵 在我的心里面 告诉我什么吗 这个时候走去你爸那边 问他要不要信耶稣 请问一下 这是什么桥段 我们再怎么 要选 问人家要不要信主 我们也选一个灯光好 气氛家的时候吗 对不对 选那个人开心啊 选有好吃的食物 请他吃饭啊 喝咖啡啊 出去玩啊 哇 你看到那个全部对了 然后你再讲 然后他信主 哇 everything perfect 对吗 怎么可能是那种时候呢 圣灵跟我说 你现在走去 问爸爸要不要信耶稣 我跟你讲 我又是腿软了 你们觉得我有招做吗 感谢主 弟兄姐妹 我相信也在经历很多 跟我一样的生机 我硬直偷披走到厕所里面 然后我就看着爸爸 我说爸爸 我刚才听到你 讲你奉耶和华的名 然后我爸就说 是 怎样 然后我说 哦 那就是代表你觉得 耶和华的名是 大有能力的 他说 嗯 对 你们知道 一个DJ会给人家什么印象吗 讲话很厉害对吗 我跟你讲 我那个时候是口吃 就是大概是那种 好像摩西这样 又走音又发抖的那种 心里面毛毛的 一点都不厉害哦 完全有失水准哦 我问爸爸 我说 那你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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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信耶稣 我是那种 弱弱的问 我真的是弱弱的问了 那你要不要信耶稣 我爸说 哦 我心里面想 你真的要信吗 信耶稣是 心里要相信 口里要承认的哦 我爸爸就说 嗯 好 我说那 爸你可以跟我一起 做绝制祷告吗 他说可以 我当下那个时候 我从厕所 我是这样子 健步 我本来从一个 僵调的人哦 我是这样健步 冲到外面 饭厅 拉着我妈 我说妈 爸爸信主了 然后我妈在那边 生气的一半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觉得 哈 你在讲什么 我说 爸爸信主了 我妈完全在状况内耶 他就是这样子 被我从饭厅 这样拉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了那个厕所那边 然后呢 我就跟我爸爸讲 爸 你说你信主了 好 那你现在可不可以 跟我牵手一起祷告 我一句你一句 然后我爸说 OK 那我就跟妈妈讲 妈妈我们一起可以吗 然后妈妈说 好 妈妈还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然后我们三个人就牵着手 OK 就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现在宣告 你是我个人的救助 我什么什么什么 我把一切的都交给你 你是我永生的福气 你保护我 阿们 你知道那个时候 在祷告的时候 我的两只手 我们三个人牵手 我的两只手 一边全部是眼泪 因为我妈 我妈一直在哭 我也是 我另一边手 全部是烟灰 因为我老爸还叼着那根烟 亲爱的主耶稣 可能我自己的认为 我会觉得 爸爸是不是为了要赢 所以才决志 OK 我有自己的认为 但是我知道的就是 只要但凡他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他可以不认真 可是我们的神是认真在听的 我们的神就把那个永生的福 就赐给他了 哈利路亚 而且其实在这件事情上 我得到的最大最大的 我就是看到上帝 怎么会这么爱我 上帝怎么会 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然后 这样子的转弯 然后让我们经历到 神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可以用着 很多的 自己的 我们以为对的方法 跟我们觉得好的口才 去传福音 可是其实 传福音从来都不是靠口才的 无论我们多会讲话 都不急上帝讲一句话 我们只需要谦卑地 扶在他大能的手下 等候他 时机一到 上帝就让我们看到 他的荣耀 哈利路亚 我爸爸信主的这个过程 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而当下我的那个时候的怀疑 我觉得他会不会是为了 赢我妈妈 然后就 anyhow就抉择 但是其实没有 他没有anyhow 他过后真的就每一个礼拜 我们吃圣餐 我们就去教会祷告 然后就是他的生命从那个时候 从五年前 完全的改变 身体也越来越好 感谢赞美主 我爸爸是家里面很强 很strong的一个男人 他好像一座山一样的 可是从他信主之后 他整个人就变得柔和了很多 然后他的身体也比原来健康了很多 因为心思意念不一样了 我们就懂得交托了 哈利路亚 我真的感谢神 因为经历了那么多 有太多太多的见证 我的见证不是那种 对不起 五十楼掉下来没有摔死 欠了五百万 然后一夜之间就被还债了 然后吸毒吸到我已经不行了 然后突然间神让我借了毒瘾 都不是这种 我不知道有没有让大家失望 谢谢你们的鼓励 我们的神是在最小的事情上 顾念我们的神 阿们 因为最小的事情 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 哈利路亚 上帝就是把我们在这里的 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捧在手心里 不单单只是我 是你 捧在手心里 像保护眼中的同仁一样的 爱你 供应你 为你着想 保护你 现在在疫情的时候 很多的事情不稳定 很多人睡不好 很多人的健康出现问题 很多关系出现矛盾 但是在这个时候 是不是我们最好的经历生的时候 阿们 感谢主 我把时间交给园仪牧师 我把时间交给园仪牧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